大家之前对小米古传导那些视频评价很高 我老实说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喜欢 非常感谢大家的厚爱 但是我同时也看到了 这个价位对于很多人来说依然是比较昂贵的 这确实录实 一步到位的代价终究是比较大的 万一自己不喜欢就不太妙了 所以在评论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推荐 真百元级别的古传导耳机 千元的我做的不多 但百元的我还做不起吗 所以百元古传导耳机横平 它来了 今天我的参赛选手还是比较豪华的 足有五位 它们分别是竹林鸟的花骨 倾听者的X8 金韵的X7 山水的TG13 兰斯顿的BS17 价格都不算太高 最低的83 最高的269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差的大吗 我是零零飞 点亮投币 注入经费 咱们就马上开测 来到百元 其实大家的包装什么的都已经不重要了 都是差不多的等级 来看外观 竹林鸟耳机两侧都有品牌的标识 枪体上方还有个小银圈做点缀 开机的时候有特别闷的语音提示 这个就有点意思 蓝牙是5.3的 Type-C的充电口 25克的机身 整体感觉比较圆润 佩戴起来也没有什么压力 最主要的是 花骨还有这些耳机里面 唯一一个带有Hi-Fi认证的 有Hi-Fi认证 音质在这一堆里面应该会比较好 表面的塑料是类服材质的 但是会比较容易张皮肤的油脂 IP55的防水防汗 售价169 外观也不错 综合性价比很高 倾听者X8这个颜色确实挺骚气的 但耳机的机身都是比较冷角风明的那种 虽然做了小圆角的设计 但是在佩戴的感觉上面还是会有一点不太舒服 同样是5.3的蓝牙 充电式磁吸触点式的 28.5克的机身 但自带了16GB的听歌内存 同样也是有一点真油脂 不过防水等级有IPS7 售价218 如果对内存听歌有需求的性价比还行 金运这个属丝有点大 看起来是 使用起来也是 但我戴上去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个人认为是比较适合体型稍微大一点的蓝胜佩戴 我感觉我自己就不合适 蓝牙是5.0的 充电口是老式的Mac USB的接口 比较离谱的是 TOP上面83就可以买到 而京东标价419 666 不过没人买 超水这个和金运是一个路子的感觉 不过它倒是把电磁位和操控位 都集中在耳机的本体上 这个是挺不错的一个想法 实际的佩戴过程中 也没有感觉重心太靠前 确实也是提升了一点佩戴上面的体验 虽然重量上有31g 但是在佩戴的感受上 和主力领导的差不多 挺舒服的 它的蓝牙是5.2的 充电是老式的Mac USB 自带16GB的主人空间 IP55的防水等级 售价269 如果要是在自带内存里面选一个 我会选这个 最后一位登场的是 兰斯顿的BS17 这个给我的感觉是最拉垮的 说实话 就一拿到手 就有一种咯吱咯吱响的声音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得见 虽然已经是100元级别了 但是有种50元级别的感觉 外形我也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应该是公模贴牌 这个耳机的主体 我摸着有点像里面 直接就是普通耳机的那种喇叭 待会我们测试音质的时候 来看一下是不是 盲猜应该会很露音 蓝牙5.2 可能是IP55的防水等级 30g的重量 Type-Z的充电 其他也没什么了 没有什么特色的无关脑耳机 了解完咱们这5款耳机的基本情况 可以说各自有各的优点 也都有不足 这在百元价位是比较常见了 而聊完外观和硬件 它们实际的表现如何 这个我们其实是最关注的 毕竟虽然古川岛不苛求音质有多好 但也不能太差劲不是 这里面插播一条购买虚枝 古川岛耳机的挂耳的弧度是固定的 所以一般都是平均素质 所以耳朵太小的 可能佩戴起来会有点松 我老婆试戴了一下这5款 只有伤水竹铃铃 戴起来还算舒服 其他的都有点太大 所以可能古川岛还是男生 佩戴会比较好一些女孩子购买 需要多多注意一下挂耳的大小 那么我们就开始咱们的音质测试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渡口 当然我这里再一次强调 任何的收音设备 都只能给一个大概的对比 肯定和真实的情况会有所差异 更没说本来每个人的听力都不同 所以理性看待 每个耳机我都会把音量调到80% 以求获得相对准确的 高质量的音频的效果 那么我们开始 让我 与你和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我 回忆成河流 听完上面几个鼓传统的声音 你觉得哪个是你最喜欢的呢 但我们来走一波呗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竹林鸟的花鼓 无论是自己的主观听感 还是产品本身的HiFi认证 在这个价位里 对比起这些选手 体验啊都会稍微好上一些 以下就是个人的感受啊 山水有点闷 倾听者听起来有点正耳朵 蓝色盾直接就声音变味了 很闷 金色盾会破音 和鼓传岛本身会有共振 而花鼓在这方面就要好很多 音质方面我打分的话 是竹林鸟和山水是一档 接下来的上个是下一档 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如何的呢 可以在弹幕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 音质测试完毕 我们就应该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漏音情况 说实话这个是真的有点搞笑啊 因为是真的是声音来价 我们先来测试 然后你们就知道 这是为什么这么说了啊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为啥说神经打架 这下你们明白了吧 讲真的 有竹林鸟正常一点 其他的都是些什么呀 要么是个小音箱 要么还共振 还不是个理 绝 这个大家应该可以直观的看出来 我在这里就不过度的解说了啊 而到了这里 已经接近了我们今天横评的尾声了 你大概也知道选哪个 但是这个价位确实要挑到一个 令人满意的产品会比较难 我们今天的对比你们也看到了 很少有全能性的选手 看这些耳机什么的 也不能只看硬件 还要看实际的感受 表现出来的声音 然后就是它自带的功能 可能你需要它自带内存 或者说需要Type-C充电 这些都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需求 所以希望我的这期视频 可以帮助到你入门 鼓传道耳机 多试试吧 说不定就解锁新的听歌体验了呢 在这里我不推荐兰斯顿他们 就推荐竹林鸟和伤水 如果你要不露音的话 那只有竹林鸟是比较合适的 伤水是带内存 所以这期百元的鼓传道 和你的一部 喜欢的话请一定关注哟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大家有什么软件用觉得牛逼眼 欢迎留言推荐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我是刘萌萌飞 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内容的话 点赞 投币 三连 其实我想这些你全都给到我 这样我会尝出更多游戏式的视频 要知道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